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沙发 咱们卖给了探影界 比较有名气的雷总 探影界风生水起的 现在 参业翘楚 是吧 对 你刚才有那个傅小姐在成都 然后很牛逼 然后三大爷 这都是我老婆常吃的 我好天天一到周末就要去打包的 是吧 然后比较牛逼的有一个蘸鱼筷子 然后这个江湖菜也不错 但是就上 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哈哈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这个餐饮吧 餐饮人吧 然后他这个东西做的就是 分割的很好 没有集中做一个 雷哥也算帮我来忙嘛 把我们 这几个沙发都拉走了 我这么好的 沙发 全部都出来了 然后看一看里面 正确还有什么东西能让他 你都拉走了 桌子他不要 桌子不要 桌子不要 OK 那我再想办法了 反正我们这边准备桌子 椅子什么都换新的了 这个树 这个树啊 你想让它那么长大 就根据你自己摆 你可以这样 就上去 你要想下来 就给它摆大一 就跟圣诞树一样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 开个人 对吧 我说这个灯在这打散 什么话 日落的 把它打开 因为现在上去有灯 它就向上去 它打开 这个地方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放下半身 对吧 然后弄几个那个 二十二 我突然间想到 要不就跟半身杖 来一点 然后就小桌子 这边在这放进来 然后这中间再走 就是中间再放进来 然后对面是两只桌 趴在这儿装着 这边的餐饮人 还是要互相帮助 互帮互助 大家多交流 对对对对对 然后有很多的 要跟雷哥在学习的 没用 我估计现在预计 加拿大呢 是八月份能重开 终于在八月份 直接给大家一个全新的面包吧 对 好 大家请期待 拜拜